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造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话语新闻节目 我是主持人庄玛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 达来两毛尊者接见美国国际开发署高级代表团 司政编巴斯人开始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展开访问 42个人权组织呼吁美国国务卿 在访华期间关注人权问题 英国议员蒂姆劳顿表示 中国的灭绝性现代化战术 是进一步镇压的工具 达兰萨拉联队夺得第28届 至尊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冠军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向不穷次人颁发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 澳大利亚威德住宅图书馆 新开设藏文图书区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副署长 伊沙贝尔克埃曼率领的高级代表团 于本周二6月13号对印北达兰萨拉的 藏人社区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 在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总部期间 来访代表团在嘎夏秘书处 拜会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 堪布索南丹培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为首的 各部门部长及秘书长 并就双方关心的话题举行了简短的会谈 随后代表团参观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 西藏博物馆和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 并和藏人行政中央和设立在达兰萨拉的 西藏非政府团体的代表举行了圆桌会议 本周三西藏精神领袖达兰喇嘛尊者 在达兰萨拉的勤工 接见了来访的伊莎贝尔·克阿迈 和其他九名代表团成员 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森庄马 陪同上述代表团敬见尊者 达兰喇嘛尊者还与本周二 向印度青年佛教协会的成员发表了讲话 随后在周四6月15号 接见普世责任基金会组织的 第25届年度古鲁库师徒学制计划的学生团体 并在发表讲话时强调了 复兴纳兰陀传统的重要性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四镇编巴次人 于本周二6月13号 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启程 前往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展开访问行程 四镇编巴次人于本周三6月14号 抵达新西兰奥克兰国际机场 受到了驻澳洲办事处代表干妈森格 新西兰藏人协会主席汪堆次人 和执行委员 新西兰汉藏友好协会的成员 以及该国藏人民众的隆重迎接 四镇在抵达当地的第二天 接受了新西兰公共广播电台 和新西兰先驱报的采访 随后参访了澳克兰市的巴邦佛教中心 并向澳克兰周边地区的藏人民众发表讲话 在为期两周的访问期间 四镇编巴次人将会见新西兰和澳洲两国的议员 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民众 并发表多场公开演讲 此外 在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即将于6月18号访问北京前期 42个长期关注中国、香港、西藏、南蒙古 和东都厥斯坦人权状况的非政府组织 于本周三 6月14号 向布林肯递交了一封联署信 在联署信中 42个非政府组织呼吁布林肯 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所有人权维护者 并立即废除强加给西藏儿童的强制性 寄宿学校制度 上述组织还要求布林肯 利用他访问的机会向北京的同行通报 强调中国境内广泛的镇压和严重的 侵犯人权行为 并要求中国政府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 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在联署信中 呼吁国务卿布林肯 向中国领导人实质性地提出西藏问题 以及推动中国政府恢复 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之间的对话 另外 英国议会跨党派 支持西藏小组联合主席 国会议员蒂姆劳顿 于本周呼吁英国政府和国际伙伴 遏制越来越多的国家 使用中国制造的海康威视和大华等监控摄像机 海康威视生产的监控设备 在中国的镇压构架 以及对西藏和东突厥斯坦等地的 持续监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英国国会的辩论中 议员们呼吁将海康威视等公司 生产的监控设备 从英国政府的采购供应链中移除 并呼吁政府承诺制定 移除此类监控设备的计划 另外大兄弟观察 自由西藏组织 香港观察和停止对 维吾尔种族灭绝等组织 在英国发起了 禁止海康威视的运动 超市莫里森和特异构承诺 将停止使用海康威视监控摄像机 莫里森公司的企业事务总监 通过电子邮件证实 该连锁店在2022年 停止购买海康威视和大华的监控摄像机 因为上述两个品牌 存在道德和安全上的问题 根据自由西藏组织报告 巨星至少有120万台 海康威视监控摄像机遍布英国 被200多个地方议会以及医院 警察部队学校和军营所使用 与此同时 第28届至尊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 与上周日6月11号圆满闭幕 来自达兰萨拉的足球队 在决赛中击败了第6届冠军 德拉敦顿朱林足球队 首次赢得了至尊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冠军 首席嘉宾 刚哥拉县副县长 尼潘金达尔博士 藏人请传中央各部门秘书长 及非政府团体的代表 出席了决赛和闭幕仪式 在当天的决赛中 达兰萨拉联队和顿朱林足球联队 为尊夺金杯进行了激烈的角度 最终达兰萨拉联队 以2比1的成绩赢得本届冠军 至尊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 是流亡造人社区最大的体育赛事 该赛事是为了纪念达兰喇嘛尊者的 已故母亲德籍才人 于1981年首次在印北达兰萨拉开赛 此后每年在印度境内的 各流亡造人社区举办年度联赛 纪念德赛事于6月1号开始 共有16支来自印度 尼泊尔欧洲和澳洲 流亡造人社区的足球队参赛 此外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于上周五6月9号 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 年度献花圈仪式 向国际深远西藏运动的 前主席不穷次人 颁发了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 表彰他毕生致力于在共产主义暴政下 推动西藏自由和民主运动 在美国前总统 乔治不舍任期内担任西藏问题 特别协调员的保拉多布里安斯基 向目前担任国际深远西藏运动 研究和监测部门负责人的 不穷次人颁发了该奖项 来自乌克兰大使馆在内的14个 驻美国大使馆的大使和代表 欧盟驻美国代表团 台湾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 和藏人请政中央驻北美代表等 外交使团 以及来自全球50多个不同组织的代表 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 年度献花圈仪式 杜鲁门里根自由奖章自1999年起 颁发给终身致力于 推动自由和民主 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形式暴政的个人 获奖者包括捷克前总统 瓦斯拉夫·哈维尔 前波兰总统莱赫·瓦尔赛 美国参议员泰姆·兰托斯 和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等 另外位于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市沿海的威德地区 住宅图书馆 于6月3号为该馆新开设 藏文图书区举行了 简短的启动仪式 北部海滩委员会主席苏海恩斯 威德市住宅图书馆馆长 奥利纳和赛多 和北部海滩图书馆馆长 马埃拉·马斯特索等嘉宾 以及悉尼藏人协会主席和秘书长 当地周末藏鱼学校师生和藏人民众 应邀参加了活动 苏海恩斯主席在发表讲话时指出 德威地区与西藏人民 有着长期的联系 而且藏语是该地区的 五大语言之一 但在当地的图书馆 成立一个新的藏文书籍部门 这在澳大利亚市首例 而图书馆馆长奥里纳·阿萨内 则表示 该馆已经购买了 约800本藏文书籍 并将收集约1000册藏文书籍 如未来读者人数增加 图书馆将进一步收集 更多适合各年龄段的藏文书籍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了解更多有关西藏机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